現在南韓釜山 剛剛看的畫面我嚇死了 它居然發生了數百個瓦斯罐 整個大爆炸 對 沒有錯 那麼一般的火警照理來講 那麼消防隊趕到現場了以後 拉水線 然後布水線 開始射水 然後就把火勢給壓制下來 那南韓釜山這個地方比較特殊 因為這個爆炸 雖然沒有造成人員重大傷亡 但是現場 真的讓大家嚇了很大一跳 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它整個起火這樣一直燒對不對 事實上這個生鮮超市 是因為在這個生鮮超市的外面 它放了大概有 大概看 有大概有一堆上百個以上的那個 瓦斯這個相關的那個 鋼瓶啊 不知道為什麼去放在這個地方 也不知道為什麼放這個地方了以後 照理來講 你把它鎖 鎖緊了以後應該理論上 不會有發生什麼事嘛 對啊 那 那麼消防人員說 有可能是鬆脫了以後呢 結果不知道為什麼有人亂丟煙蒂啊 有人亂丟煙蒂了以後呢 那麼在一定的情況之下呢 引爆其中一個瓦斯鋼瓶 引爆了以後呢 砰砰砰砰 連續反應幾百個 一起燒起來 而且最可怕的事情是什麼 最可怕的是 那麼它的瓦斯鋼瓶 燒了以後爆炸彈塌出去 彈出去了以後 附近大概停放有10輛車 被這個瓦斯鋼瓶砸中了以後 起火再燒再爆 連續再爆 啪啪啪一直爆 而且還很奇怪是 它這個公共意外不發生這而已 每次發生公共意外都非常恐怖 對 沒有錯 那麼其實啊 那麼我看過 我在跑這個群眾運動的時候 曾經有人把那個瓦斯鋼瓶打開以後 我看過點燃 然後它起火要砰的有個衝力嘛 有個衝力了以後呢 就會變成衝過去 但很少看到像這個火警這樣 那麼 所以旁邊的車都燒起來了 對 沒想到那個瓦斯鋼瓶 它竟然彈跳 然後彈跳了以後呢 那個衝力非常大 它當然有火 因為在瓦斯鋼瓶上面有火了以後 這台車就燒起來了 就把你的車子給燒起來了 那你的車子裡面如果有汽油的話 你就變成一個 形同一個大型的汽油彈嘛 對 你這大型汽油彈 那這個解釋為什麼它火勢會那麼大 那麼其實理論上來講 那麼在空曠的地方啊 因為我們常聽過所謂的瓦斯爆炸嘛 那個要在密閉空間才會產生爆炸 那麼在開放空間裡面呢 要造成這麼大的一個火警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所以呢顯然這個地方 這個生鮮超市本身放這個東西啊 雖然本身就有問題 再加上這個亂丟的煙力 造成這不可思議的一個重大爆炸案